你看这里是洋房了 中上级的洋房 过来这边就是森林一带 等待你去看再进去看一点 那个木板屋就会看到很大的分别 只有一条之隔 环境却有着天壤之别 位于雪兰儿的柏兰镇 走入游中原 就能看到由木板搭建的零食屋 住在这里的多数是印尼建筑客工 屋前的发电机是一家用电来源 生活环境简陋 疫情下回不了国 留下又面对生计问题 那我问了那个工作人员 在这个找货店里面 他说有啊有啊 那我说是怎么样的原因 了解客工情况后 直接制沟立即动员发放 油两罐 面粉两包 我们家里没有东西 所以有人来救我们 他们没有得吃啊 一个礼拜没有得吃东西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也是要给他们一半 我们一半哦 所以现在谢谢你们 也是要帮忙我们的 OK thank you 这次总共发放71份粮食包 燕阳下肩上的大米 解决一箱客工眼前困境 让他们不必再挨饿 带新闻黄晓峰林延军 马来西亚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